哈喽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 那我玩游戏呢基本上来讲都不是以强弱为主要的这个追求啊 主要就是在体验这个游戏内容 OK那我把这个地图给他关掉一下 关掉一下哦 我现在呢带了三只这个锐旗 哎呀可恶刚有人从旁边经过 挡到画面了 带了三只锐旗 有火锐旗 水锐旗 还有这个风锐旗 这三只一起带出来 感觉蛮壮观的蛮好看的 很搞笑 OK那我现在呢在体会这个 哪一只魔灵带出来比较有这个就是霸气的感觉 我想要带大只一点的 让我自己看起来很有安全感 那刚刚带了锐旗我感觉还不错 那带大象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大象少了一点震撼感 我觉得他做的太小只了 没有按照比例来做 那这个这里是什么 这里有一只应该是熊吧 待会看一下好了 也不是熊那只不知道是什么 这个是下面有猴子 这个是猴子 有点像敲婴猴 不然我放出来好了 储存 这个大象啊做的有点小啊 有点像小baby象 你看哦 我这个 刚刚那个是狗啊 你看这个猴子啊 跟这个大象啊 只差一点点而已哦 所以这个比例有点做错了 有点做错了 这个大象可以再大直一点 好可以再大一点 我走过去这边一下好了 哇这里有一只火神兽针 他就做了蛮大只的 好啦我先 再换一下 再换一下 换个队伍 来看一下其他的组合 这里有一只甲虫骑士 待会给他放出来 然后这个是骷髅头 要不要放出来骷髅头 等一下 啊这个是木乃伊 木乃伊好可怕哦 你怎么不去睡觉啊 来这边干嘛 我想看你干嘛 好啦 甲虫骑士 甲虫骑士的话 做的小小只的 蛮可爱的 哇挂掉了 挂掉了 被拆了 不是是因为 哎呀他可恶 他去碰这里的小怪怪了 好啦 看过了 再换其他的好了 他这个 等一下你先别说话 各位朋友 我跟你们讲 这个其实他 他除了外表不遗忘 一样之外 他其实每一只怪物 都有自己的配音 自己的音效 因为我现在在找 那个像招飞斯 一样的那个 声音的魔灵 那有仔细在听 等一下我先把那个 座齐给他拿掉 不然的话 魔灵感觉会变得比较小只一点 解除乘坐 好听一下哦 有声音吗 还是这两只啊 这两只是亡灵啊 当然不会说话 哦瑞奇的话他有声音哦 瑞奇的话有声音 我们再用一次 瑞奇的话真的有声音 那个瑞奇的瑞奇在哪里 在这里 仔细听哦 我要仔细听 有没有 你怎么没有声音呢 我记得稍早的时候 我有听到啊 我有听到声音 有可能是其他人的声音 哎呀怎么没声音呢 奇怪我记得它是有音效的 是有 哦哦 那种斜面的声音 哎 现在听不到了 好吧 再再再 它不是一开始才有的 不是你应该 你在这边太吵了 他们不想讲话 呃 我再看一下其他的好了 啊 啊 我现在带 都带美女好了 我带美女给这朋友看 都带美女 美女的话呢 这一只是美女 很美 这一只也是美女 然后 美女通常都很多 这个是带领野性的美女 好 四孙 诶 有没有看到 哇 这三只美女刚好都是火属性的 哦 这三只刚好都火属性 刚好而已 对对对 好 这个 游戏画面有广角的效果 所以在旁边的 就看起来比较肥大一点 那 这只呢 在我后面这一只 是火的天空舞女 我觉得它还蛮漂亮的 因为它裙子很长哦 所以它必须要一直拉着裙子 不然的话它会不好跑步 然后我觉得 诶 这只 火 火仙子 不是火仙子啊 火仙女不错 火仙女的话蛮漂亮的 它觉醒之后更漂亮 好 在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哦 在这里 觉醒 目前长这个样子嘛 那觉醒之后 哇 双马尾都出来了 这是我最喜欢的类型 好 有点像初音 有点像初音 绿色的应该比较像啦 红色的话就还好 好啦 我不玩了 不玩了 小朋友在这边干扰我 我没办法好好玩 拜拜 对 没错 我是小朋友